大潭電廠去年申請七百位太極移工 加緊進行工程 沒想到卻爆發群聚感染事件 匡列範圍還可能再擴大 原定六月底完工的大潭電廠八號機 恐怕無法如期完工 新桃電廠也因為活災受損 夏天無法歸隊 若有其他的大型機組故障 恐怕又會全台大停電 新桃電廠在今年夏天是確定回不來 占了兩三趴的電力 大潭八號機跟不上再扣掉新桃機組 預估今年七八月會少百分之二點八的電力 不過經濟部拍胸脯保證 不會影響夏季供電 尖峰的時間調度上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大潭電廠何時能復工 得先等疫情穩定下來 但藍軍鴻大家剉雷蛋 隨時可能無電可用 政府不要再找這麼多的藉口來打預防針 缺電就是缺電 一個小動物一張椅子 甚或一個人就可以讓幾百萬戶的 台灣人的家裡面沒有電可以用 疫情嚴重衝擊全台經濟 只是沒想到一場大潭群聚 恐怕讓台灣面臨更嚴重的缺電危機 記者黃毅俊 陳怡肉 台北報導